大马路旁边出现了一整排的露树 被水泥埋住了那个树根 虽然树现在看起来是站得好好的 但是呢很多人就担心说 你这个树啊树根底下用水泥 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呼吸嘛 这个露树呢到最后是不是死路一条 施工厂商说为了赶时间不得已才这样做 但是现在工人们呢必须要把水泥给打掉 这不是又反而多耗时间耽误工程进度吗 工人用电钻往水泥地钻 用铲子把水泥块清掉 把埋在水泥里的露树一一救出来 一整排露树树根全被水泥盖住 树看起来很难呼吸 路过的民众观感也很差 小朋友看到水泥树会要死掉了更加不舍 连网友也痛骂 现在施工厂商被迫把水泥先打掉 但厂商解释会用水泥先覆盖 只为了赶时间 旺样啊 因为你用破上网了再讲了 不得已就先打了 是这样子啊 就是被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工作程序啊 要速度的时候 那个厂商才会用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当然这不代表有效率就是对的 实际上我们也是马上跟他纠正 为了过年前完成人行道路树景观 厂商有压力的赶工 施做程序讲求效率 但却忘了树也是有生命 现在反而多了一道打掉水泥的工作 完工时间又得延迟 记者廖卫林阿布斯 花莲采访报道